音乐 绿美 我想全世界都是个通信 就是我们交点的方向不太一样 動畫美學非常的多 有莊嚴的 有隨性的 有嚴謹的 有優雅的 這裡面其實都是美 只是你要掌握哪一塊而已 我希望掌握的是那種君子優辱自得的樣貌 這個是我想掌握著 君子我們覺得 君子是一個非常舒服的一個概念 雖然你覺得可能他是很霸骨 可是我覺得因為君子的坦然 因為君子的成績 所以我們才能夠 這個社會才能夠運作 因為我們互信 那麼這個東西會變成一個作品 那這裡面我覺得它裡面有很多的美 裡面有這個協調的美 裡面有這個平衡的美 那這些東西如何變成你的作品 那我覺得這也是所謂的君子 當然是儒家的重要的一個主張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來講 也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追求 我們希望過去的這種傳統的優雅 能夠進到君子的這種坦然 那麼過去的這種這種這種 做向能夠呈現君子頂天立地的那種自信 這個我覺得在自信的創作裡面 雖然它是個很大的挑戰 可是它也是一個風景 東方美學跟空間之間的一個關係 我覺得包容 然後就是一個包容性 因為這個包容 這個在東方的一個特性上面 是很獨有的很獨特的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在看一個設計案來講 或者說一個空間可能就是說 會有幾代人住在一起 或者是說會有一個企業的一個 不同的一個文化在裡面 那像這種東西的話 說空間如何去包容 把這些東西全部都可以涵蓋在裡面 那讓它的那個文化可以 可以在這個裡面就呈現出來 甚至說一個家的一個關係 和諧的關係 或者是他們是怎樣的關係 它可以是把它呈現出來 那除了這個包容之外 它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何在這個包容之下 做出來的東西是安靜的 是安靜的 因為常常就是說 我們為了要包容這個包容的一個 結果出來發現那個空間是衝突的 它是很不協調的 那就會很浪費一個空間 那當然這種狀態現在就是 我最大的困難 就是我們要用很大的力氣去做客人說 這個東西是很可惜的 我們必須要讓一點 退一點 讓什麼東西進來一點 對 那其實這個東西在空間裡面 我認為這是洞窗影學 就是在很特殊的地方 非常特殊的地方 等等 我們要留下來的地方 我們聽進 determini 從中央說明 在拍 risque 到最 быстр子 感谢观看